骑单车省钱又可以运动 如果可以结合滑板 还有这个自行车 您可以想象吗 带您一起去评评一下 骑脚踏车否则载人不稀奇 如果把人装在车头前面 倒是不常见 这一款挪用轻型载货皮卡车 概念的脚踏车 正在诚实中慢慢发酵 很多的家庭 他们会需要一款自行车 可以帮助他们满足生活的必备需求 所以我们开始设计一款 可以载货 可以承载非常多的货量的 一个自行车设计 因为我们在整个结构 还有包含其他的配件上面 都让它的负载承重 可以超过150公斤 因为我们希望说 一个人骑的时候 它可以载一个人的重量 然后可以载小孩 可以载宠物等等的 皮卡次行车增进了 家庭之间的承载乐趣 同时也变成微型创业的好帮手 不少年轻人靠着一辆皮卡车 就能卖咖啡 买轻食 不需要地面租金和人事管销 成本压力相对降低 大家因为载货空间比较足 那在台湾的话 我们反映比较热烈的就是 很多商家他们喜欢 骑着这个车去一些 像是野餐日或者一些市集 可以去兜售他们的产品 创办人徐浩婷79年次 东海大学工业设计系毕业 喜爱街头单车的他 曾到自行车工厂工作一年 皮卡车并不是他的第一项设计 徐浩婷的第一个创作 是为心爱的女朋友发想 因为当年我发现我女朋友 她没有办法 有一台适合她的自行车 所以就是以女性时尚这个主题 去设计一款女性专用的 折叠自行车 那我们发现说女生骑车的时候 她喜欢边滑滑滑一滑以后再上车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概念的元素 放到我们的设计里面 兼具滑板车特性的自行车 适合各种装扮的女孩 穿着短裙也能轻松骑乘 不必翘角度跨座 更不用担心走光 这款专为女性设计的单车 是徐浩婷独创 方便骑乘滑行以外 快速收折是另一项优势 女生在折叠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失利 比较难的 所以我们发现说 要配合一些像是重力的辅助 还有我们一些特殊的角度设计 那女性也可以很简单的 帮我们的产品可以折起来这样子 轻巧是徐浩婷作品的一贯风格 滑板小折一辆12公斤左右 女孩子也能轻松携带 皮卡车虽然有21公斤 但也已经是业界最轻 结合时尚与方便的设计 让两款自行车 一推出立刻受到关注 折叠车的部分的话 就已经从第一年开始 从意大利的米兰设计奖 然后到台湾的一些 像是经典设计奖 或者是文博会的一些奖项 都有得到 那皮卡车的话 今年比较受大家欢迎 就今年在今年设计奖 拿到年度最佳设计 皮卡车因为负重比较大 还加设电动功能 让骑乘者在移动时更不费力 微不足道的小细节 徐浩婷通通纳入考虑 让自行车从台湾跨出国际 像是日本 美国 然后欧洲的一些国家 都有来跟我们直接购买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到女性嘛 家庭使用 那我们接下来会做男性 或者是老人的这种款式 就是把一个家庭该需要有的 这些基本需求被组这样子 徐浩婷的自行车 单价破万不算便宜 然而市场回响却不容小觑 平均一年有200台销量 他说希望接下来能够持续 将产品做到最好 让更多使用者感受到 自行车带来前所未有的完美体验 坐着骑站的滑都精彩 而且连穿裙子都不用担心 真是贴心的设计 谢谢您收看 应在地求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